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股壇思見》 我是C基金的李浩德 在我旁邊是施老闆,西潤青師生 師生,你好 中秋節發落,今天是9月13日 黑色星期五的中秋節 不過,今天港股還好,也算是站得不錯 上不去27,300元 大家可以開開心心,過回中秋節 近期有些新聞,要找師生討論 因為空置稅,重新刊獻 其實已講了一段時間 不過,未來會比較認真 阿士薩,你講香港地產,這件事是你專家 不如你和大家分析一下 因為大家都會很關心,究竟這件事 對香港人的樓市有什麼影響 這個空置稅,我相信 提出來,政府有些作為一種政治姿態 這個政治姿態,就是告訴香港人 地產商,我都不疑他 你經常說我勾結 證明沒有,我這一刀是鑽煙他 如果他的樓宇日了火,一年都未賣完 我就會收他重稅 重稅 稅是以差響去計算的 聽聞很高 他的說法是,差響估值的200% 差響估值的兩倍 聽起來,不是很多 但其實我們平時交差響,只交5% 英貨租值的5% 現在是200% 一次過要交40年差響 地產商,如果過日了火一年未賣 一次過,除了交平時差響 還要交多40年的差響 有些罰則,令他盡快推出一些已經建好的樓宇 當然,整個樓價的%是有限的 因為租金大概是樓價的2% 你當作2.5% 兩年的差響,就是5% 罰樓價的5% 如果是1000萬的樓宇 大概要付50萬 也不是野小的 你說對發展商有沒有阻嚇作用呢 他是由的 50萬 他當然是不給好過付 有甚麼方法可以不給呢 你便早點賣了它 或者早點租了它 是 但如果租不出,賣不出 你就可能要便宜地賣了它 我相信便宜地賣,可能損失更大 他零點便宜地租 找個伙計去住住 才在薪金那裏購買 當勾租 你有將來不介意,我有過場梯嗎 找了方法去做 我原先不算很贊成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是甚麼時候 值得使用呢 就是發展商 香港特意不賣樓 囤積居期 浪高的價格 但這不是香港的情況 香港發展商大部份 都盡快賣樓 大部份的樓盤 都在入伙前 年齡 預售 預售 能夠申請到預售批文 提早賣 現在很多時候是 申請不到 有了空置稅後 發展商除了 拿來出租 頂住先之外 我認為最大可能 他就會 延後入伙時期 因為你是由入伙後 計一年 計一年 申請入伙之後計一年 他會怎樣做呢 延遲開始禁標 延遲開始給你計算 將申請入伙的時間 押後 以前我說 他都是盡早賣 賣了之後 入伙就收錢 他會加快的建築速度 不需要罰息 起樓通常跟銀行借錢 現在不是 罰我40年的差響 我便會 起好 都不去申請入伙子 根據批地條文 批地條文本來 容許我明年2月 才起好 我本來今年年中都起好 我都不申請 賣完我就申請 未賣完我就不申請 你會將建築時間押後 樓實際拿出市場供應 就會慢了 變成一些人想早點住進去 現在是供不應求 本來今年年中有住進去 現在拖到明年年初 由以後可能斷了樓 現在斷了地盤 以前 早點起了早點收錢 因為通常賣樓 都是入伙才收尾數 所以我擔心 反而將供應時間押後 有可能是適得其反 可能適得其反 即使原本 都不會因為你收空置稅 整體供應多了 你有地才可以整體供應 現在只不過是 局要賣 賣不去 就要便宜一點 希望他為了賣得去便宜一點 否則 我剛才說 有些人先租住 稍後才賣 先生,你覺得 這個空置稅實施後 對樓市整體影響會如何 大影響是沒有的 因為有這麼多樓出來 不會多了樓出來 不過就 會逼它賣快一點 但現在適得其反 就逼它起慢一點 令到它可以賣的時間 可以長一點 另一個影響就是 對於買家來說 現在發展商可能很多時 喜歡推樓花 推新盤 貨尾慢慢勾 現在貨尾快要罰款 他先告你賣貨尾 新盤不開 因為新盤多數樓花 對於消費者來說 可能選擇就少了 經常叫你買這些 我們做經紀都很慘 本來我們想介紹買一些新盤 發展商說 你賣了這個新盤 我給你賣了一個舊的 賣了一些貨尾才給你 買新的 客人來到本來想買新的 做經紀 沒有辦法 這個很棒 可能發展商想賣新盤 即是賣貨尾盤不開新盤 所以消費者可能會 買新樓的時間會有不同 是的 現在只要未入伙 他都還可以延後 所以可能市面上的選擇 反而減少了 另一個股民也要留意一下 我們上星期有一個消息 香港本地地產股 可能受惠於農地政策的變化 當然最後沒有特別的消息 不過覺得這件事 是否有想像的空間 現在的說法對發展商 不太有利 因為現在是想 想政府收回農地 自己去發展 我自己覺得 政府首先要做的是 將土地重新規劃 現在很多人以為 發展商手上有很多地 為何不蓋樓 不是他不蓋樓 是那些地 現在可能規劃上 還是農地 不是發展用地 成規會上高的規劃 我自己覺得 先要將香港政府手上的土地重新規劃 令到更多地可以用來發展 如果發展商手上有這些可供發展的用地 他遲遲不去補地價 不去改用途 政府才做一些強制性的手段 去收回 譬如你給的時間去 五年之內 你都不開始工作 政府才考慮 如果不是,你不是用來蓋鐵路、蓋公路 你說要收他那塊地 你未必講得通 你說不是,我收來蓋公屋 發展商說 旁邊都有地,為何你要看中我那塊 以往一直靠我換地去做這件事 但都很慢 現在都可以用換地 你換個福比隔離,他就沒問題 另外你收他的時候 如果他要收購 現在一般是當農地的價錢收購 或者政府現在有指定的價錢 發展商可以說 我現在有一個發展的潛力 發展權 我要得到一個合理的賠償 在香港社會 如果你要收別人的私有財產 一個要有 負責公共利益的用途 另一個要作出合理的賠償 我相信發展商不會說 讓你用農地價格 收了他的可發展的 因為他就是要用農地價格買回來 他農地價格買回來買了一段時間 而且他有眼光看到那裏就快要發展 所以我自己覺得 大規模地重新規劃 讓手上有可供發展用地的發展商 自己去申請 改土地用途 補地價 由他們去開工做 因為香港現在 很多人住的房子都是發展商 蓋的 突然間我們要變社會主義 全部由政府來蓋 不切實際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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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問問一下 施先生 下半年樓市有甚麼最新的看法 現在的形勢 我認為 似乎略為好一點 但我自己 撇開眼前 相對有利的因素來說 我覺得 無論全球的經濟 本地的經濟 都是有隱憂 全球的經濟會因中美的磨擦 有些衰退的壓力 因為中國一直是全球經濟的火車頭 是帶動了一個重要力量 中美磨擦下 中國經濟多多少少受到制約 其實全世界 無論國際貨幣基金會 世界銀行 各國的政府 這段時間都調低了明年的經濟增長 大家都說 中美領導全球的貿易都有很大的衝擊 當然你說這些已經 折扣了 沒錯 但是 這個陰影一直存在 事好事壞 但是向不好的 是一個主趨勢 間中有些 消息可能好一點 香港亦都因為 最近的社會運動 亦都 有些人打算攬炒 有些效果已經出來 內地人對香港的看法 現在相對負面 來旅行消費 都會少 反正你說都不喜歡我 又要打水貨 又要叫人家回鄉 別人就不來 可能很多服務性行業會受影響 明年工資上升的水平 失業率 公司的盈利能力 都不太樂觀 但另一方面 全世界 又回到QE年代 昨晚歐洲 又開始買債券 變成 印銀子的速度 比人類生產新的財富快 財富分到的銀子 就越來越多 例如 樓市看不好 又不是很多人敢賣樓 賣樓後覺得拿著錢 更不穩陣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資產價格 仍然是因為貨幣供應增加 而可能站得住 甚至可以上升 多謝先生 各位觀眾 如果想重溫我們 《股壇司機》節目 或者多點了解司機金 歡迎到以下網址 我們下集再見 總超絕快樂